在這個不到500個人小村子裡 走出去四十多個大學生 這是我的自豪 這一輩子因為神殘 因為從事這個行業 我們就走出大山 讓那門口的農民後代 昨天有誰的孩子 他們能走出大山 我就知足了 一九二九五出手 我是80年高中畢業以後 想考大學的 當時體肩比較嚴 那就失去上大學的條件了 父母是讓我血液 你身體有毛病 血液以後生活方面沒問題 可是當時我回到家鄉以後 村子叔就找著我說 鄉親們就等著你回來教學了 在那學校四個老師 三個都是初中畢業 你高中畢業學習又好 那你就教學吧 做同父母的很多工作 就站到了家鄉的江湯上 學校就是期間操訪 下大雨的時候 得找點盆盆盆盆解水 有一回自我個教室裡接著 晚上我去睡的時候 睡著辦公室 我那床上也留好睡睡 晚上白課寫教案 店沒有燈吧 沒有也不好吧 接用人家的柴油機讓人柴油 早上起來 鼻孔都能害得了 孩子上學 家長交不起學費收錢 那我就給學生點了 因為有弟兄兩個王冠軍 王冠長 這一個河南大有畢業 一個正老大有畢業 這弟兄兩個商業是很困難的 學費這一塊兒 給他們資助 89年 我去外地治病 失去這個專政的教育 將近三年是一副錢的 工資都沒有 快過年了 一進入將近拉月 晚上我寫帶鏈 第二天我還是翻身越領去賣 鄉親們一看 人家是家裡來賣戴鏈的 人家弄不買的 說常常得賣她一副吧 一副戴鏈她也掙不了幾毛錢 這個小女孩她是外村的 她是個羊女 她爸爸是個啞巴 這個孩子學習學困生 學習不好 我給她輔導她 生活上給她一定的幫助 林鄒說小女孩四年級 她給我寫了一張紙條 她就說了 老師我真想教您爸爸 大大老師 您先哄吧 四十歲的時候 四年級幾個學生 他們自罰地用自己革的鏈條 賣菜的錢湊湊 給我買了蛋糕 當孩子們查了 朱老師生日愉快的時候 我流淚了 因為在以前 沒有為自己過過生日 很感謝她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來到我身邊 成全一個殘疾人的婚姻 成全了家 就這樣也算熬過來了 工資吧 比過去都提高的不少 教育局 民營還來忍耀我 行政服上 在這扶貧宅一塊 給我提供不少幫助 唯一的願望就是說 以後有個名分 不能說再有幾年退休了 幹了一輩子教室工作 牧牛入別 這是我很遺憾 我只有一情意義來 跟這 堅守 到底 以一個殘疾之群 拖起山裡孩子 紛飛的夢想 maybe we'll walk on cor噪 對 ep